40岁以后如何做夫妻 40岁以后的夫妻逐渐步入中年阶段 上有老下有小 经历了十几年的柴米油盐 想法更成熟也更现实 40岁以后的夫妻渐渐明白 夫妻之间不是谁征服谁 而是谁愿意主动迁就谁 主动迁就不是意味着怕你 而是想要珍惜你 40岁以后的夫妻 女人成了一朵即将凋谢枯萎的花 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打拼 身心俱疲 彼此之间的激情早已消失得无意无中 这个时候更需要女人坚守底线 男人惊得住诱惑 40岁以后的夫妻想要婚姻生活幸福 就应该怎么做 一不要总想着征服对方 你们是亲人是爱人 是相同到老的另一半 不是敌人 没有必要每一件事都要争论个对错 这是大忌 如果夫妻两人都不愿意装傻 都精于算计 什么事都要算得一清二白 那么夫妻关系肯定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你们两个人也会活得很累 很不快乐 真正恩爱的夫妻永远都在互相装傻 互相装瞎 互相互端 这样的感情才是真爱 二别耍小聪明 要耍就耍真心 夫妻之间最怕的就是互相算计 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和另一半不一条心 40岁的夫妻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 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念在夫妻之情上对家庭忠诚 对爱人忠贞 永远不要对另一半说狠话 40岁之后的夫妻 多花一点点时间陪伴对方 也不往夫妻一场 要知道不能相爱的人身上动小聪明 动精明 要动的话就动心 40岁以后的夫妻 彼此之间的爱情已经转变为亲情 当你想要放手的时候 别忘了当初你对她的承诺 不要忘了一时的激情 就放弃和十几年 就放弃和她十几年的感情 就算没有刚在一起时那么相爱 也要选择相守 女人懂相守 男人懂感恩才是一辈子 所以40岁以后 无论如何也别忘了还有感情 4.夫妻和才能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作为40岁之后的夫妻 更要夫妻同心 才能黄土变金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奖励的地方 吵不离骂不散打不走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夫妻和气 才能让家庭和谐万事兴 40岁以后的夫妻 不要忽略彼此 感情是需要经营的 婚姻是需要理解的 多给彼此一些时间 多给彼此一些惊喜 一些感动 一些感动 关注于 的 要